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次辨识出歼16D战机在台湾岛周边活动 也是歼16D电子战机在2021年10月在珠海航展首次公开亮相 11月投入实战化训练之后 首次被媒体报导进行实战任务 消息一出 台湾不少个专家就出来放话了 说什么台军应该与美日分享电子参数 强化电子作战 这台湾空军电子战水平如何 那今天的施老胡周就听施老诈骗一下 如果从实战的角度看 台湾空军早在上世纪60年代就有了丰富的电子战经验 1960年开始投入对大陆侦察的PRV侦察机上 就有同时配备真听解放军空地通话的宽屏接收器 和用于干扰解放军雷达的玻璃丝和绿波片 还有护卫雷达告警器和硬达式干扰机 对抗尖机机的基载雷达 这些电子战设备结合使用不仅一度影响了解放军雷达战 对战机的引导也干扰过尖机机雷达的搜索 后来台军黑猫中队又投入了美制U2侦察机 并且先后在U2上使用了美制的12号系统和13号系统 前者用于探测解放军防空导弹阵地上的雷达波 并且提前规避 后者则作为一套硬达式干扰机 对解放军发射的导弹实施干扰 引导导弹攻击错误的方向 这一时期的台军电子战装备可以用美国给啥就用啥来形容 你要说台军这时候电子战水平低 那美国人肯定不乐意 毕竟当时美国军援的不少先进的电子战设备 甚至刚研制出来的这个保密电子战设备 就拿来给台军用了 但说台军电子战水平高吧 你说破解了美式装备的告警设备 克制了电子干扰 打下了一串PRV和U2侦察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 显然也不同意 当然了 这些都是台军黑蝙蝠中队和黑猫中队 专门用于深入中国大陆上空刺探情报的侦察机 才用得上的这个高级设备 那在一般的作战机对上 由于美国对台湾的这个军严 严格遵循维持两岸军力平衡的这么一个需求 所以说 对于能够让台军获得显著优势的电子战系统 基本是一概不提 加上台湾空军此时获得的美制战机 也基本都是各种原外型号 所以虽然应对当时的解放军战机确实不落下风 但是台湾空军的电子战水平也不能说有多强 除了各款战机上都配有这个标准的美制雷达扣颈器 以及相应的干扰波调发射系统 这类的这个被动干扰设备之外 那就只有一些个个别型号的战机 有聊胜余无的所谓的电战能力 那比如台军的这个寡妇制造者F104G使用的ANASG-14雷达 就有一种被动追踪模式可以用来锁定释放干扰来源 算是勉强比没有电战侦搜能力的飞机强一些 进入20世纪80年代 随着台湾经济的发展 以及此时美台关系的转冷 台湾军队它的美元断绝 台军开始了自行研制各种装备的所谓的叫客难时期 那这个时候台湾所谓的中科院 在引进各类西方技术的情况下 也开始涉足电子战设备的研究和制造 比如说在台军当时许多改进的水面舰艇上 就都安装了所谓的长风三号电子战系统 但在台湾空军的武器装备上 相关的进展就要小得多 各种美制装备自然都是叫修改原始射击 要慎之又慎 原版是什么样 现在就还是什么样 唯一可以一展身手的平台 就只有号称亚洲第一架自研三代机的FCK-1 金国号 但是相对在重量空间的限制上 比较宽松的水面舰艇上 设计安装电站系统是一回事 在寸土寸金的战斗机上 还是一款轻型战斗机上 搞先进电站系统 那对于台湾实在是强人所难了 再加上台湾当时本来就严重缺乏 航空领域各项子系统的研制能力 这个所谓的各种自行研制 主要就是将当时美国人的一些项目 东拼西凑组合出一个新型号 比如说金国号的核心航点金龙53雷达 就是台湾在此前参与提需求的一个美制的APG-67雷达的基础上 更换了几个美制APG-66雷达的模块之后整合而来 甚至它干脆有一个ANAPG-67V-122的一个美军编号 所以就这美国还不忘维持台海平衡 指令台湾删除了雷达上与对地攻击相关的工作模式 饶是如此 对于当时的台湾所谓中科院来说 这已经是精疲力尽的大功臣了 电子对抗什么东西 原版有就算福报 没有自然也就不强求 结果就是金龙53雷达 虽然多少有一些反干扰能力 但是这个标准的电子对抗能力那基本是没有的 台空军真正获得有效的电子对抗手段 那还得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事 而获得渠道那自不必说 也就只有从外界军购这么一条路 这其中除了幻影2000和F16这个飞机上自带的电站设备之外 还有这么三款设备值得一提 首先就是台军仅此一架的C130HE电子战飞机 该机在1993年由台军单独采购 机号1351 随后由洛克希德公司进行改装 1995年列装台军 现在是叫第6混合联队第20电站大队 由于该机最大的特征就是 在这个机首下方有一个突出物 从侧面看形似埃及法老王的面具 所以被台湾的航空迷称之为叫法老王 这是台湾仅有的一架大型电站机 所以台军对它的各种情况都是讳莫如深 严格保密 甚至仅有的几次对外公开展出的时候 那都是直接把飞机上的设备连同电子战天线都给拆走 恢复成一个普通运输机的状态以便进行保密 要不是台湾军迷眼尖从飞机的记号上发生破绽 那还真不知道它的真身了 至于外界对飞机也只是猜测 它主要是用于对地面雷达进行征搜定位和干扰 具体的电站能力还有任务形态其实都无从得知 第二则是台军在引进幻影2000战机之后 从法国引进的ASTAC电子侦察吊舱 这款吊舱长4.1米重约400公斤 具备从B波段到K波段的电子侦察能力 侦察距离可达80公里 使用的时候挂载在幻影2000战斗机的腹部 利用幻影2000战机在台湾现役战机中相对较好的高空高速能力 理论上可以对包括解放军的什么防空导弹阵地 雷达战等等设施进行侦察 同时还能够比较好的保障自身的安全 这款吊舱由于看起来方方正正又有法国战机携带 所以台湾军迷干脆就称呼它叫做法国面包 不过这两款设备在眼下的台湾空军中 其实地位已经多少有些尴尬 这个C1300HE虽然在90年代的时候功能很强 技术也很先进 但是从1995年福一至今已经使用了27年了 对于以摩尔定律更新换代的电子设备而言 这个时间实在是太长了 朋友们如果谁年纪比较大 还能够记得起自己在1995年前后 见过什么样的手机或者电脑的 那不妨设想一下 把当年的设备放到现在 这个性能和可靠性会是如何 其实台军从2014年开始 就向美军要求对这台飞机的系统进行升级 但是一直没有回应 最近台湾自力更生对该机做了一次升级 但是升级的主要内容是给驾驶舱换上显示屏 给飞机加上GPS 至于这个电子战设备的升级 根本没有 不难想象了 这个老古董在眼下的台军中 能够起到的作用是相当有限的了 至于这个法国面包 对吧 姑且不论说这个名字极力不极力这种玄学因素 对吧 但是它因为只能侦察 不能干扰 对于电子战的对抗所能起到的作用 其实很有限 再加上它区区80公里的探测距离 现在看来就等于要让这幻影2000 冲进解放军的防控导弹 有效杀伤去的送菜上门 本来台军这幻影2000 战机数量的可用这个数字 就是在逐渐缩减 台军的空防拦截压力却在日益增加 这种情况下 你还想要保证用幻影2000 进行敌钱的高危电子侦察 这个消费比是越来越低 效果也是不容乐观 这种情况下 就得提到台军手里的第三款 也是两岸都相对看重的一款电子战设备了 就是美制的AN AL-184自卫电站吊舱 这些吊舱也是上世纪90年代 台湾在引进F16战机之后 配套引进的电站吊舱 作为一款当时相对先进的自卫型电站吊舱 AN AL-184系统使用多波数接收 能够同时高功率对付多个辐射源 台湾是第一个使用它的海外用户 也能够看出美军的决售政策 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对台湾是有多大的倾斜 采购案在1994年获批 具体型号当时是叫AN AL-184V7型 数量是82套 相比台军当时的采购总量有150架的F16 差不多是平均每两架拥有一套 比起解放军同时代使用什么苏27SK 歼11 苏27UBK 苏30等等战机的时候 每架飞机必有两个电站吊舱的标准配置 是少了不少 但是这个就反映出当时的台军高层 对于引进电站吊舱的时候 对这种装备它的用途和使用原理上的一种严重误解 怎么说呢 这个AN AL-184既然是一款自卫吊舱 那么它针对的主要就是锁定它挂载机的雷达波数 换句话说 自卫吊舱是一种什么呢 个人自扫门前雪的设备 而台湾当时购买这批吊舱的时候 除了少数经过这个专门叫电站班培训的这种中层军官之外 不少的高级军官都以为 那你既然是电站吊舱 多少能够覆盖一点范围 对吧 所以说两级编队甚至四级编队 只要配备一具吊舱 那就万事大吉了 结果扫买扫花钱 对吧 就弄成今天这个样子了 不过呢 相比前两样电站设备 这个AN AL-184 还算是得到美国比较好的技术支持 台军前两年就在宣传片中间关系 部分台军的ALQ-184V7电子站吊舱设备 已经被秘密升级到了这个系列的最新改型 就是V11的标准 其自卫干扰能力自然是更强了 虽然说伴随着最新的F16V的改进 和全新F16战机引进的相关电站吊舱 台军在经历了升级ALQ-184 引进ALQ-131A遭遇失败 换购ALQ-211等等一系列的变故之后 至今都没有准信 不过呢 在台军的这个战机电站设备中间 这都已经算是好的了 即便如此呢 还有一个问题困扰着这些设备 发出这个有效战斗力 那就是台军的这个训练问题 由于电站吊舱在训练中 必然会释放出相关的这种干扰电子信号 从而透露出这个系统它使用的相关信息 而台湾海峡两岸之间距离如此之短 解放军很容易就在大陆一侧 对台湾上空开机的这个电子站系统 进行信号的搜集分析以及对应的处置 为了严格保密 台军就不仅规定说 这个AN ALQ-184这样的电站吊舱 只能在台湾以东空域 在一定高度以下才能在训练中使用 而且如果在附近有解放军的这个舰机进行活动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就得关闭 防止它至关重要的什么工作评断 信号特征干扰方式等等东西被搜集走 十几年前解放军几个月才往台湾派这个一艘潜艇 半年才去一艘侦察船的时候 这种避风头的训练模式哪还能奏效 如今解放军天天有飞机在这个台湾周边空域活动 日常有水面舰艇在台湾的东北部海域值班 类似的训练想要完全避开解放军持续开展 那是越来越难 新一代的台军飞行员要面对的 就不仅仅是训练任务被战备之情所打断这么简单了 而是除了在美国学习的种子飞行员之外 所有的训练科目眼下就都无法正常有效开展了 本就不先进的装备加上频繁受限的训练与使用 再面对日益强大的解放军这样一个作战能力和水平 未来的台湾空军想在台湾海峡上空 获得有效的制电磁拳或者碎星像样的电子站的可能 无疑是越来越小了 经常关注我们观察阵望的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了 我们的会员专区观察员频道已经全新升级改版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各路大佬的独家专访 热点事件的深入解读 丰富有趣的编辑部故事 关键是还能观察看到精彩完整的直播回放 现在加入观察员或者续费 使用施老的邀请码4个1就可以力减10元 还能领取春节专属礼品 就是官网原创的定制日地一份 限量500分全国包邮先到先得 赶紧行动吧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施老湖州 未来大家有什么想看的 也欢迎在评论区给施老留言点赞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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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